我很喜歡你們那裡面有一首歌 你們大概寫出發 出發了不要問那路在哪 迎風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對… 我覺得很多很多 很特別的音樂在那個時候出現 但是中冠縣的結束 對於周華健來講 又是一個挑戰的開始 09年當時中冠縣的時候 其實我原來有個計畫 我就是要做一個我的一個 慈善的一個演唱會 後來名字取成那個花的拼圖 花的拼圖 對 花的拼圖 因為在四川當時有一個 很驚天動地的地震 那有一個基金會 可以幫他們種那個玫瑰花 大馬是個玫瑰是可以 提煉那個香精精油的 那邊都有很多的那個 其實是女人跟小孩 那男人都在外面打工了 那能不能幫他們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比如說不要給他魚 教他們怎麼釣魚 然後這個事情 已經談得已經有一個 七七八八 差不多一半以上 然後中冠縣就來了 所以變成中冠縣忙完以後 這個事情 因為已經也都跟他談了 所以你不能夠說 我很累 我休息 還說慈善你可以累的嗎 不可以啊 對 那就開始又 找手計畫的拼圖 所以變成後來 那個巡迴又是很忙的 整整整的09跟10年兩年 都是在忙著在跑就是 其實男人跑也不錯啦 你男人講 但 對 那這一次呢 花旦 你怎麼想到花旦呢 花的拼圖裡面 我挑了一首歌叫 天涯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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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的一首歌 很老的 妳知道了 天涯啊 海桥 米呀 米紙 叫我媽那個年代的歌耶 是 然後我在家裡面 用吉他彈著玩的 結果我媽媽很驚訝 我媽驚訝完了以後 我也突然發現原來很驚訝 我說媽妳沒想到 我會唱這個歌 對 妳也沒想到 妳小孩協唱得還不錯喔 這樣子 媽媽眼眶有點紅耶 笑 笑 開心啊 妳怎麼會唱這個歌啊 對 然後我看到了喜悅我知道了 原來妳也有偶像 Yes 如果以前有簽唱會 妳還是會去排隊的 沒錯 妳後來為什麼 我媽還翻牆去看人家拍電影呢 對不對 所以妳兒子有兒子的偶像 對… 對 你有迷的 我兒子的偶像 她覺得不是我 對… 她聽人家的歌這樣 聽人家的歌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精神很有趣 然後我唱起來 我也有點感覺了 於是我後來把它擺在 畫在拼圖的這個曲目裡面 然後唱唱以後呢 同事跟我說 或者妳不如妳的聲音 其實妳不如真的去把一些 女生的歌 女生的名作 或者其實是為這個所謂 這個女靈 女的演唱藝術家她們致敬 這樣子去… 然後當初還是有一點說 再說… 可是一路一場一場累積下來 發現我們不如就做這個事了 就演變成為花旦周花街 其實是滿有意思的耶 因為我看今天這個報紙上新聞 最難唱的是黃茵茵的枯沙 難唱啊 難唱 對 黃茵茵的歌 枯沙耶 沒有 因為黃茵茵是一種叫什麼 那個 在空中的 那我很容易就雄性的 音子要激發的嘛 就是… 你會唱一句枯沙嗎 風吹…如果我用我自己習慣 風吹來的沙 穿過所有的情 我就沒了 那種看望就沒有了 對 我就要去揣摩她那個 風吹來的沙 穿過所有的情 誰都知道我曾想你 這是誇張的… 一定要找到一個 不能過又不能少的點 薄莎式的唱法 你唱自己的歌都記不住車了 你唱那麼多別人的歌 到還… 不用背了 到時候就好好的看詞 把它唱完就好了 沒有 我這次我倒是 因為這些歌本身的那個 它的那個真的有個靈性 這都是經過時間的那個 檢驗的好歌 我倒是覺得這一次我會用功 請大家放心 我會很期待 你唱哭沙 或是很多這種 對 還唱至少還有你 至少還有你 每一年至少還有你 然後還有 陳淑華的 陳淑華的 有張愛家了嗎 陳淑華是問 問 問 張愛家的呢 好像有漏喔 有漏掉 你漏到張愛家 你不提不就沒事嗎 不是 人家找你做男主角的 你怎麼會漏掉張愛家 我以前唱過 我以前有唱過 可是 並沒有用花旦的身份唱 就是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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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難的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是 小心 我要小心 我要小心 對 不過其實呢 周華健這很有意思 在他憂鬱症的時候 在他 2003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呢 就跟他說 我們來合作一些事情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人家也想不到的人 這兩個人呢 在一起也很奇怪 就是一個唱國劇的 一個是講廣東話 然後唱流行歌曲 那他們兩個不要就是 天雷溝動地火 見了面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麼的投緣 一直一直一直合作到最近 他們還有這個Part 2對不對 是… 在香港演出 對…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而且那是三個人的合作 這三個男人呢 好 加起來不少稅數 可是脾氣怪到啊 一個叫張大春對不對 是… 一個叫周華健 對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吳欣博 哇 我想 他這個花旦的來啊 是不是也因為是跟你啊 是不是 就是 沒辦法唱五行嘛 就唱花旦 他是小聲 沒有…我也演霸王 他演霸王 對 他什麼都演啊 我記者會 他還花了三個小時的化妝來幫忙 對 畫得也看不出是誰 對… 你說 你說這照片 對不對 還真的呢 你說是吳欣國呢 是 還真的呢 這個好像… 所以下次要畫一個 你畫個我們看得見的你啊 對